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将4月3号定为全国无书包日 因此北二区主席廖小青在这一天就带领了同济会的会员们 一同来到了新店的梅宇幼儿园来分送昂阿飘、沙包等这些怀旧的童玩 并且现场教小朋友该怎么玩 小朋友都觉得非常的新鲜有趣 也过了一个难得难忘的儿童节 为了迎接儿童节的到来 国际同济会台湾总会将4月3号定为全国无书包日 因此同济会北二区主席廖小青 这一天带领了成员们来到了新店 玫瑰中国城的林肯梅宇幼儿园 发放了怀旧的古早味童玩 像是昂阿飘、沙包等等 而这些玩具和游戏对于现在的小朋友来说 连看都没看过 所以也觉得特别新鲜有趣 知道我玩的是不知道 好 那你说是什么 拼图 是拼图喔 不是昂阿飘吗 昂阿飘 所以你今天是第一次看到昂阿飘吗 是 那你觉得好不好玩 好玩 你手上拿的是什么 昂阿飘 那你今天还有玩的昂阿飘还有玩什么 沙包 那沙包你现在知道怎么玩了吗 知道 那有没有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 廖小青表示 现在许多小朋友从小就接触了3C产品 人手一台平板几乎不与人互动 而透过了怀旧的童玩游戏 除了可以让上了年纪的长辈们回味一下 也让孩子有机会认识以前 爸爸妈妈阿公阿嬷他们玩的游戏是什么 而最重要的是让彼此之间产生互动 增进家庭感情 老中青三代 可以同时再去想 他以前玩过的是什么样玩法 那我们特别呢 就是在这上面也有设计 比如说剪刀石头布 那你知道这个玩法也有很多种 那在网络上面也可以Google得到 这也就是同济会目前在今年的同济日 所推动的活动是全国性的活动 所以我们就有选择了在新店 很多所幼稚园学校还有板桥 都来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除了4月3号的全国无书包日活动外 另外同济会4月8号 也将在安康路小天景峰楼广场前 举办捐血活动 现场也会赠送昂阿飘 沙包 弹珠等传统童晚 而在儿童节前夕 幼儿园的小朋友 收到了这特别的礼物都觉得很开心 即使是简单的剪刀石头布 输赢昂阿飘 都能够玩得不亦乐乎 阿桃姐快乐 记者杨帮友 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